民眾黨高雄市黨部大陣仗舉行記者會 就是要澄清絕無迴捐助理費這件事 第一 當選之後承諾受到選舉補助款時 願意將選舉補助款的三分之一 給高雄黨部作為未來的黨務發展之用 然後第二個就是當選之後 要安排一位助理協助跟黨部之間的聯繫 第三個就是當選之後 要全力協助本黨發展 並且遵從本黨決議事項 但這份公開的切結書 跟日前黨內的議員候選人李嘉玲 指控的版本差很大 像是當選議員要捐給黨部十萬以上 保留一個助理名額給黨部幹部 以及每個月要提拨0.5到一個的助理費用 用來支付黨部的助理薪水 強調是溝通不良的誤會 其他黨內議員候選人 還拿出簽名的切結書佐證 強調這才是最終版 甚至當場打電話給李嘉玲 希望解開誤會 記者會上大和解 但要跳出來控訴的還有他 要求我們說如果當選的話呢 必須要按這個金額的總額最高額度 可以可以請領的最高額度 捐出百分之十給民眾黨黨部 民眾黨成立以後後來就慢慢建立制度 其中有一個叫做植物捐 就是說如果你是哪一個植物的 他要去募權多少 這本來就每個黨都有很正常的東西 奇怪到民眾黨就每天給他補黑 最強調SOP的柯文哲 從高宏安疑似乍領助理費 一路延燒到高雄的迴捐助理費 黨務的SOP恐怕還得再仔細斟酌 今新聞 中安林謝嘉玲 採訪報導